这白肉看得真棒啊 好大一片啊 来 いただきます 大家好 我是日本人的朋友 文瓦安达 今天我们继续住京办系列 我想去一趟宜宾住京办 他们家好多好多面的种类啊 真的超级多面 后边也是粉 后边是粉 宜宾粉 还有超手 这个从他们家菜单就能看出来啊 他们家是宜宾燃面的专门店 各种各样的面和粉 你这是员工餐是吗 对 胡萝卜烧鸡 胡萝卜烧鸡真棒啊 看着 青笋炒肚条 然后还有一个呛炒豌豆尖 这白肉看着真棒啊 好大一片 九度肥肠 鸡蛋 兔头 麻辣兔头 五粮叶烧白什么的 五粮叶烧白什么的 对对对 烧焦拌皮蛋 烧焦拌皮蛋 一两个燃面 对这个你是干的 对这个你是干的 非常好 我感觉它这个燃面挺棒的 先来一口宜宾燃面 好吃 挺辣的 然后它的那个 是什么 花生米 跟麻辣的味道吗 它那芽菜的那个味道吧 非常浓 真的好吃 然后这个 一两个面啊 就这么多 我觉得它要来的话 可以尝一尝 它这一两个 好吃带点嘛 这面不错 好吗 李庄白肉 看跟我脸差不多大 切的那很薄 然后蘸点这个料汁 拿一口 这好吃 很贼韵嘛 特别有嚼劲 很筋头 真的好吃好吃 然后这白肉的这个 肉的味道 有点像那种 骨猪肉那种 很香这个肉 这个嘛 这酒都肥肠 他们的应该特合菜 以前没吃过 好脆啊 肥肠 略略有点甜 没吃出来这个酒味 就是 辣味 然后甜味 然后配合那个肥肠的那个 口感 挺上瘾的 辣味很脆 辣味很脆 辣 尝尝这个 可香啊 这个辣味拼盘里面的 我觉得五辣 很辣 好香啊 哇 这辣味好香啊 感觉 松干了以后 它那个肉的味道被浓缩 然后呢 浓缩 然后呢 蒸完以后 然后一放在嘴里 那香味 立马就 扩散开了 嫩 这辣肉拼盘里面的猪耳朵 嗯 感觉不像在吃猪耳朵 感觉是吃一块很有嚼劲的肥肉 排骨 它这烧味拼盘做的可以哈 真不错 嗯 很香 这烧味拼盘 很推荐 而且我觉得日本人 对这个中国的烧味啊 应该有 应该会挺爱吃的 因为本来日本人 虽然就是吃那种烟熏的东西 就比较喜欢 所以这个挺适合日本人吃的 我觉得 五粮叶烧白 是五粮叶烧的白肉 这个味道就是梅菜扣肉 但是呢 它这肥肉不腻 然后呢 瘦肉也不柴 非常不错 应该是超级下饭的一道菜 就这个吧 得来点米饭 嗯 得来点米饭 这个青笋烧肚条 也很清淡 很清淡 然后 是一种咸咸的 然后把笋和 这个 这个 肚条的味道提升的很明显 就喜欢吃肚条的人 这个肯定没错 而且一点都不辣 嗯 腔炒斑豆尖 有斑豆尖这菜 主要是原材料好的话 去哪儿都挺好吃 嗯 同志们 我要开始干兔头了 哇 然后它的兔子的舌头就会出来了 虽然我只吃我一次 但是印象挺深刻的 香 好吃 不考虑视觉像我的话 真挺好吃的 脸肉 它在卤的非常非常的弱 然后特别入味 很坚匀吧 真的很坚匀吧 这肉一吸就下来了 干完它下巴以后再干它头 好像兔子的脖子 骨髓 骨髓好吃 不是 脑子 脑子没了 空了 我觉得这要是普通日本人看的话会疯了 但是味道真的不错 眼睛 吐眼 有点像鱼的眼睛的那个味道 一定要整个缩啊 糖糕 就它的眼窝这块 把你的嘴对上去 嗯 这味入的太棒 还有啊 兔子的鼻子这块 给它拆开 你看这里边还有肉 兔头真的好几年没吃 就是感觉我好像还挺会吃的 但是其实我人生 这应该是第二次 第一次吃应该是十多年前了 在三元桥的一家店 在三元桥的一家店 我觉得比那个时候的感觉会好一点 可能年纪大了以后对这些东西都无所谓了 那时候年轻可能还觉得好恶心好恶心 确实不错 然后那个肥肠也可以 然后比较意外的是这个兔头 我们想到兔头这么好吃 时隔十多年再吃 觉得真的贼吗 然后还有那个腊肉拼盘 真的不错 总体感觉我觉得宜宾铸饭 真的非常非常的美味 然后它那个味道啊 也特别棒 其实就有点像我前几前去的重庆饭吧 我觉得很适合日本人吃 但是没有重庆的那个那么麻辣 所以可能更适合日本人挑战那个 辣的这个口味 如果有日本朋友什么来的话 可以带他们来试一试 但是呢 一定要错开吃饭的时间 那这个是祝金饭系点啊 然后呢 关注我的话 我会不断的介绍北京正东的日料 然后呢还时不时的来吃遍北京的祝金饭 好吧 那我们下期见啊 拜拜 我们下期见啊 拜拜